馬桂開羅,由於偷書的時間比以前短 入場人數和投注硬比去年首位賽馬為少 有報章日子,丁材兩跌 亦有報章標題寫著新馬桂開羅滿堂紅 很明顯大家看報章一定要小心,不要只看標題 否則很容易被誤導 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承認投注下跌和投注時間不足 出賽馬匹數目減少有關 今次下季將投注時間回復足足兩個月 除非馬會做更多宣傳鼓勵賭仔加馬 以及吸引更多本來不參與賭博的人加入投注 否則只有700萬人城市每年合法投注額超過千億 已經是驚人的投注數字 如果有400萬成年人參與賭博 平均每年投注額有2萬多元 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不需要千方百計再推高業績 香港賭風越來越嚴重 否則政府對有關問題一直掉以輕心 就算近年病態賭博的問題浮軟 政府都是傾向將這個問題當作個人問題 說他們是一種病態,而不理社會環境、輿論取向 和馬會的積極宣傳和包裝對賭風的影響 不顧勵賭博的意思應該包括用一種比較負面的態度來看賭博 不要美化賭博,就像過往大家視賭博為偏門 不會以開賭為榮一樣 可惜最近代表體育、演藝文化和出版界的立法會議員霍振庭 又出任澳門博彩的周行董事 間接美化了這個偏門行業 令人憂慮香港會像賭風刺的國家一樣 將更多的體育和賭博來掛勾 由賭博的機構贊助文化活動 一日之內有三個撇白因為承認偷拍而被定罪 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 偷拍的行為越來越容易,防不勝防 令很多人,特別是女士,感到受威脅 更嚴重的是一旦被人放上互聯網 就算犯案的人被人承之於法 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也難以彌補 今時今日大家越來越重視私隱 一旦回到自己的家 或者一些應該有私隱的地方 例如洗手間、浴室、酒店房間 大家都期望私隱受到合理的保障 不希望自己被人監視甚至偷拍 就算執法部門也必須有充分理由 而且得到批准才能監視可疑的人物 但傳媒用長鏡頭偷拍藝人和公眾人物 在家裡情況的報道就無日無知 絕大部分相關的報道 只是為了滿足讀者的八卦心態 和公眾利益完全沒有關係 而當外界批評的時候 他們又濟起了新聞自由這個偉大旗幟 作為一個擋箭牌 令人非常反感 不需要擔心自己在家裡一舉一動被人監視 會被人用長鏡頭偷拍其實是一項很基本的人權 除非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和嚴重罪行 否則傳媒絕對不應用長鏡頭偷拍目標人物在家裡的情況 法國會在2006年曾建議規管這類侵犯私隱行為 可惜因為傳媒的反對而一直沒有下文 人必自無然後人無知 如果傳媒繼續肆無忌憚 侵犯私隱 最終一定會引起市民的憤怒 支持一些更嚴苛的法例來對付有關的情況